第二单元 现在式 这个单元的目的是要帮助学习者了解 现在式的句子当中主词跟动词使用的一致性 我们来解释一下 使用的一致性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看第一大项 我们要先了解英文跟中文相同的句型 也就是主词、动词、授词 这三个部分通常顺序是一样的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喜欢英文 I like English Tom喜欢英文 Tom likes English 从这两个句子我们就了解到 动词like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变化的基础是来自于主词 当主词是I 第一人称的I 我们就使用like 当主词是第三人称Tom 而且是只有一个人 我们称为单数 动词就要加上S 这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说明 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句子 的五个基本元素 在这表格最上方有提到SVOPA 这就是在第一单元所提到的SVOPA 句子的五个最基本的元素 主词、动词、授词、介细之片语 以及副词 但是其中主词、动词、授词、英文跟中文的位置 是一样的顺序 但是英文的动词会因为某些条件而变化 例句中的like 是因为主词为第三人称 而且单数的主词 加上又是表达现在的习惯或者事实 所以必须加上一个S 才符合英文的文法 第二大项就提到加上S 但是有时候是ES或者IES的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字尾是SH、CH、SS、X结尾的话 就要加上ES 一旦加上ES 发音就多出了一个E这个母音 就变成IS 这里的例子有PUSH、PUSHES TICH、TECHES KISS、KISSES FIX、FIXES 第二条规则 字尾为子音加上Y 的时候就要将Y去掉 改成I 再加上ES 例如Cry Cries Try Tries IES的发音是I's I's 第三条规则 学习者要注意跟第二条规则的差异 第三条规则是字尾为母音加上Y的话 那么只要S就好 例如PAY PAYS PLAY PLAYS 第四条规则 就是英文当中有一些不规则的变化 如果是HATH 第三个称单数 就用HATH GO GOES DO DA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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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 当我们进入FOR 定 句 大概就是许多学习者混乱的开始 因为会有BE动词或者一般动词两种不同的情形 许多初级的学习者在这个阶段因为没有弄清楚 就会开始觉得英文的动词变化真的好困难 其实就是记得BE动词也是动词 一般动词也是动词 所以都放在SVOLPA 我们在第二单元跟第一单元都有提到的基本句型结构当中的V 也就是动词的位置 可是会因为BE动词以及不是BE动词而有一些小小的差别 把这个差别弄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单元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现在是句子如何形成否定 以及BE动词跟其他动词否定句形成的差异 我们来看第一大项 英文与中文的相同句型 在否定句的部分 只要是BE动词英文跟中文的句型是相似的 句型一 主词 动词 补语 先前我们都说主词动词受词 这里我们说补语 补语的意思就是要补助说明主词的特性 例如这里的例句 Mary不是一个好学生 Mary is not a good student 这里的a good student 或者not a good student 就是补助说明 Marry 这个主词的特性 再看一个例子 I am not a good boy a good boy 或者not a good boy 就是补助说明 I这个主词的特性 They are not beautiful Beautiful 或者not beautiful 就是 补充说明主词 They的特性 也就是补语的功用 是用于补助修饰主词 所以就称为主词补语 补语通常是形容词 或者名词 用于让读者或者听众 进一步获得主词的资讯 换句话说 当我们使用补语的时候 动词通常是be动词 那如果使用be动词的话 要否定be动词 只要在be动词后面加个not 下面一个句型 句型2就不太一样 也是主词 动词 可是后面接着是寿词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般动词的模式 我们来看例句 我不喜欢数学 I do not like math 或者缩写 I don't like math 跟第一句型 最大的不同就是 动词使用的并不是be动词 而是其他种类的动词 比如说 这第一个例句 使用的动词是like be动词的否定 只要在be动词后面加not 可是不是be动词的否定 必须要使用一个true动词 这边所使用的主动词就是do 在do后面加个not 就可以否定 动词like就变成不喜欢 所以I do not like math 第二个例句也是一样 只是主词是第三人称单数 当主词是第三人称单数 使用的主动词就不是do 就是does 所以Tom does not like English Tom不喜欢英文 所以句型一的be动词加not 可以缩写 例如is not变成 isn't are not变成ont 但是如果使用的是主动词 does not就变成doesn't do not就变成don't 要注意的是does not 或者doesn't do not 或者don't 后面还得加一个动词 那到底是要用do还是does呢 请看注意事项 主动词do或者does 是以主词来决定的 当主词是第三人称单数 也就是he或者she 或者it所代表的名词的时候 例如tom mary a dog 主动词就是does 否则主动词就是do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do或者does本身也是动词 所以如果动词是do或者does 否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看这下面两个例句 I don't do housework 我并不做家事 she doesn't do housework 她不做家事 许多初学者因为写的don't 就忘记他要写do 因为他以为don't就是不做 doesn't就是不做 可是忘记写后面的do 更要注意 doesn后面的do 是要用动词原型 所以不要说doesn't does 而是doesn't do yes no问句 中文的疑问句的形成很简单 只要在句子后面加个ma 就可以了 但是英文的疑问句稍微不同 主要是在于助动词的使用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表 如果一个句子是肯定句 而动词是b动词 you are a coffee lover 你是咖啡爱好者 要把这个句子变成yes no问句 疑问句只要把are拿去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b动词本身也是助动词 我们只要说are you a coffee lover 就可以达到疑问句的功能 肯定句如果是i drink coffee 变成疑问句 就有点麻烦 要把助动词给找出来 因为i drink coffee是第一人称 不是第三人称 所以要使用的助动词就是do 跟否定句一样 i don't的do 把do拿到句子的最前面就形成yes no问句 所以i drink coffee变成yes no问句 你喝咖啡吗 do you drink coffee 但是如果主词是第三人称单数就不太一样了 marry drinks coffee 主词是marry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你就会注意到 marry drinks coffee的动词drink加了s 这个规则还记得吗 那如果要把这个句子变成yes no问句 就要将助动词does移到句子的最前面 变成doesmarry drink coffee 可是要注意哦 把does拿到最前面 也就是当我们使用的助动词does 不论是否定句的doesn 或者疑问句的does 那么动词就不需要再加s 我们用所谓的圆形 所以doesmarry drink coffee drink不加s 如果是玛丽不喝咖啡 marry doesn't drink coffee drink也不加s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注意事项 第一点 助动词的出现跟第三单元 否定句形成的时候 助动词应用方式一样的 当主词是第三人称单数 助动词为does 否则就是do 将助动词挪到句首 就形成了一问句 可是当动词是be动词的时候 因为be动词本身也是助动词 所以将be动词挪到句首 就可以形成一问句 第三个要注意的点就是 要去注意到底 是要用助动词do 还是does 只有第三人称单数 用does 学习文法是我的造句 造句是为了表达想法 让你全文英语 缩写表达想法的课程 超繁远句 全文输入输出训练 在 bnlanguage.blog